假如看不清前路,那就用听吧 小时候的林尼特最爱听哥哥讲神之眼的故事 因为那里的主角仿佛无所不能 顷刻便能让魔术变成真正的魔法 天真的女孩向神明祈祷道 如果我们也有神之眼就好了 这样就能从帽子里变出果腹的食物 取暖的篝火 从此不再风采露宿 林尼也不用为了生计而奔波 可神明并未吹听她的祈祷 在后来的日子里 兄弟早已被现实磨灭了童真 林尼特对神之眼的幻想 也被遗忘在久远的过去 两人在加入壁炉之家后 林尼成了丰丹亭最有名气的魔术师 而林尼特却总是藏在哥哥身后 台上的喝彩和掌声永远都属于主角 然而台下的鲜花和名利 却未曾眷顾主角的助手 在一次行动中 两人假借魔术表演为由 盗取了贵族藏在书房的犯罪证据 却遇上了最糟糕的状况 开门便会撞进赶来的直律亭 而身后的窗外就是万丈深渊 但两人紧紧对视一眼 便抓着对方的手一跃而下 在落水之前 林尼用脊背 承受住湍急的河流 拼命保护妹妹 但猛烈的冲击 吞没了她的意识 林尼特在惊慌中 抓住一块浮沫 拖着昏迷的哥哥挣扎上岸 抢引着腹部灼烧般的疼痛 她低声呼唤着林尼的名字 希望她能像往常一样 开着玩笑就起身 但这一次 回用林尼特的 却只有沉默与微弱的呼吸 时隔多年 那一夜的孤独与恐惧 再度吸上心头 然而 此刻的林尼特十分清楚 她既不能高声向家人呼救 也不能片刻逗留 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握紧哥哥的手 将她扛上尖头 林尼特高高竖起耳朵 不放过任何一次风声 看不清前路的话 就用听的吧 她在黑暗中摸索 沿路荆棘 刺痛皮肤 伸出的血染红衣心 可她的脚步 却越发的敏捷而坚定 在这场没有灯光的舞台上 在这场无人喝彩的演出中 林尼特第一次成为了主角 晨曦照进森林 她终于扛着林尼 回到与家人们 接头的影帝 还没等她拿出 怀中的罪众 连夜赶来的父亲 便一把扶住两人 同时 一眉神之眼 正倒映着双子的睡颜 在林尼特腰间 静静闪烁